扫黄打飞办公室对外公布了六期假记者敲诈勒索诈骗案 其中北京破获的524特大制作销售假记者证团伙案 共查获假记者证935本假印章25枚 经查该团伙还仿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系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查询数据库 供购买者实时查询 据了解 全国扫黄打飞办公室部署各地和相关部门 自今年6月至11月深入开展 扫黄打飞秋风2016专项行动 严查假记者、假记者战、假媒体等三假案件 截至目前 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报刊67万余件 查办各类三假案件84期 下一步 秋风2016专项行动将通过加强市场监管 发动群众举报 查办大案要案等 震慑三假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正常新闻秩序